第四個字 嗨 大家好 我是Robin 我們新的房子終於完成了 我們這邊做了改造 稍微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原本是舊了風格的瓷磚 我們把它契成白漆 配上這個白色的鞋櫃 整體讓它走個解約白色乾淨的風格 然後可以往頭上看一下的話 我們這邊選的是工業風的愛麗生燈泡 其實也是一樣符合現代景約的概念 那我們看一下下個地方 比如客廳 客廳這裡的話有幾個重點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沙發 其實這種沙發實物沙發是很多老建築物都會出現的東西 那怎麼改進它 怎麼改善它 輪入這個風格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透過這個椅墊的方式 很多這種椅子還會附贈一些椅墊 但是都是老舊花布的 風格上很難打 所以很簡單我們就是把它配一個純素的 讓它跟個人物質整個風格和這個環境 然後配上沙 配上地毯 讓你這裡獨立一個空間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看到我們的主牆的部分 如果有看我們上一個影片的話就會知道說 它主牆後面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 風水 山水畫 那我們是做的事很簡單 我們是把它整個封起來 用甘蔗板 讓它顏色統一之外 也更溫暖 更符合所謂的簡約的感覺 然後再放幾幅簡單的畫架子 去秤 讓它不會那麼無聊 然後同時這個空間可以看一下 這個空間是我們設想出來的 有點像是讀書或是休閒的一個小區域 希望能讓房客有更多空間區流的感覺 然後在這裡呢 是我們的餐廳 我們餐廳的話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不是一個中間很大的桌子 是放棄來的 我們把它設定成兩個桌子 那當然這兩個小桌子 它是一棟室 它可以併在一起 那同時分開來的話 也可以一邊在吃飯 然後另外一邊在審功課之類的 我們卻不影響對方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第一個房間 也就是主臥 那可以看到它的採光非常好 我很喜歡這個房間 因為它還有一個很大特色 鏡頭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這邊有個外來的衣帽件 那其實就是我們設計成給 有很多衣服有很多東西的人 可以儲藏 各種東西都可以放在裡面 下面我們設計了一個可以掉衣服 上面可以掉新衣箱等等 什麼都可以 然後裡面還有LED燈 其實就是我們外來增進它整個的明亮度 讓它看起來更豪華 來看看我們剩下的其他空間 首先其實剩下兩個房間就是 正常的normal size 然後可以看到它其實應有盡有 是希望可以讓房客住得開心舒服 然後另外一間也是差不多 一罐的飲食就簡約簡單的風格 那我們現在來到廚房啦 可以大家進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 這廚房其實我們動的東西並不多 我們最多就是增加一個小配件 因為整個廚房打掉重練 要花太多錢 那其實整理廚房有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簡單乾淨 乾淨等於新 我們只要能做到非常的乾淨 其實它整個風格看起來 就給你的感覺很好 很舒服 那衛浴的話也是一樣的道理 跟我上一部影片講的一樣 它最重要的點就是乾淨 那我們現在House Tour完成啦 耶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也喜歡我們的設計 那喜歡的話 一定要按讚、分享、留言 不喜歡的話 也歡迎跟我講為什麼 我們才可以更進步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